同樣是遭人控訴性騷擾 接下來我們把焦點轉到黑人陳建州身上 他這幾天陸陸續續被大雅還有國務員員出面 指控說曾經對他們進行性騷擾 雖然說黑人他是二度發聲明否認 而且還強調還有提告 但是呢在28號晚間的時候 黑社會以前的班底妖嬌 他也在線動裡面 就暗示說自己曾經差一點受到侵犯 而他後來也向媒體透露說 他說的這個男主角其實就是黑人 陳建州 他說自己曾經 某一次接到黑人打給他的電話 要他到房間裡面去聊天 那他到了房間之後 就發現說黑人居然還摸床 暗示問他說這邊床那麼大 你可以睡在這裡啊 但對方沒有伸出狼爪 所以他沒有被侵犯到 而29日他也承認這個人就是黑人 當年錄製《黑社會》時 妖嬌因為住在高雄 經常要南北兩邊跑 有天晚上大約七八點 黑人突然來電 表示跟其他藝人在高雄某間飯店 並詢問妖嬌 你要來找我們聊天嗎 妖嬌不宜有他便赴約 沒想到到了飯店 妖嬌發現房內只有陳建州一個人 他與黑人閒聊一陣子之後 對方問他你今天要回去嗎 並表示可以睡在這裡啊 妖嬌拒絕之後 黑人又要他吃飯 並摸著床強調 你看我這邊床那麼大 可以睡這裡啊 充滿暗示性的用詞 讓妖嬌覺得不對勁 最後藉口離開順利脫身 妖嬌表示當時沒有說 就是怕只會被笑 但近日密兔議題延燒 他只希望所有曾經受到傷害的人 都能夠早日康復 而陳建州的老婆范維奇 他也在29日發出了最新的聲明 對郭媛媛敘述中的幾個部分 提出了質疑 像是他在文章中就有寫到說 他其實懷孕的時候 只出去過五次 出門五次而已 而且我們往下看到他還有說呢 他家裡只有一張床 沒有所謂的另一張床 甚至還說呢 這個黑人他根本就是滴酒不沾 連懷孕期間呢 范范他也沒有喝酒 最後他也強調說 他深深相信丈夫是一個正直的人 深圳不怕影子邪 黑人陳建州捲入性騷風波 老婆范維奇原本只聯名提告 29日才終於打破沉默 透過個人IG線動發表聲明力挺陳建州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強調家裡只有一張床 沒有所謂的另一張床 來過的人都知道 顯然就是在回應女星郭媛媛 因為郭媛媛指控黑人把她 丟在和范范一起睡的床上 又反悔說這張床不行 而對於郭媛媛指控 黑人在范維奇懷孕時性騷 她也反駁 懷孕期間她每天都待在家安胎 只出門五次 而陳建州全程都陪在身旁 且當時范媽和黑媽都住在樓下 從小認識黑人的朋友 都知道她滴酒不沾 范維奇強調自己沒有身影 並深深相信丈夫陳建州 是個正職的人 深圳不怕銀子鞋 我會全力守護我的家庭 郭媛媛在指控的文章中有提到說 黑人在抱她的時候 刻意避開了她和范范的主臥室 把她丟在了另一張床 不過范范的聲明卻寫說 家裡只有一張床 質疑了郭媛媛的說法 對此就有網友挖出以前 范范上過節目《康熙來了》的片段 她又在節目中說過 其實自己家裡還有另外一張床 臉書粉專馬丁垃圾畫貼出一張 康熙來了的截圖 只見范維奇在節目中透露 家中還有個房間可以讓王洪恩過夜 該片段是2012年6月14日 康熙來了的節目內容 節目中陳建州好友王洪恩透露 陳建州只要趁范維奇一步在旁邊 就會打電話叫他到家裡打電動 對此范維奇也說 我家有一個房間 王洪恩可以睡在那邊 范維奇發聲力挺老公 對於郭媛媛說陳建州 逼他喝威士忌的一個說詞 范范表示黑人是滴酒不沾 不過也被網友挖出來說 之前范維奇有上節目的時候有爆料 說黑人喝酒之後很喜歡亂親女神 范維奇曾在我愛黑社會爆料 提到陳建州喝酒時很放很開會亂親人 南方還問范范姐在不在 范維奇有則回說 不管在或不在都會被親 而且不只他一個人 你還親佩慈啊還有房子啊誰都親耶 並且強調自己說的都是真的 雖然說Makio曾經在節目上說過 黑人喝醉之後很愛亂親女神 但是在現在事件爆發之後呢 現在就被爆出說范維奇 還有打電話給Makio要求他要親自澄清 那在這通電話之後呢 Makio他就發了一個文喔 這個文喔也被網友說 這個裡面暗藏許多玄機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就說有一個報導是錯誤的 網友就說這句話是不是代表說 只有一個是錯的 其他的都是對的呢 那還有一句話他說 因為黑人成見究了他是滴酒不沾的 這個驚訝的表情 是不是也代表另有一番涵義呢 甚至他後面還說 喝酒的都是姐妹們在喝啦 然後配上一個OK的意思 那其實就有網友就解讀說 他在這邊比一個手勢 是不是意思是說OK啦範圍七 就是你說的我來扛這件事情我來扛 那還有人說其實呢 在這個Makio的最後一段的這個聲明裡面 他就說 再次強調黑人哥哥是不會喝酒的 從我認識他到現在都沒有喝過酒 你看這麼長的一句話 他都沒有標點符號 也被網友說這句話是不是非常的 很有那種敷衍了 甚至喔我照你講的 就交代事情了啦 對我照你講的你要我怎麼說 我就怎麼說我就像在念稿一樣敷衍了呢 好那除了這個聲明 讓網友覺得好像別句生意之外 後來大家就發現了 我們鏡頭再來拍這邊一下 就是有網友呢 他就在Makio的這個聲明底下 他就說Makio你被強迫的話 你就眨眼睛喔 結果被大家發現說 Makio居然按了這個留言的讚耶 大家就覺得說 他真的按讚了 對他按讚是不是代表他默認了呢 那其實我們沒有截圖到的地方 還有人就是留言 在這個聲明底下就留言說 就那些女生 沒有想到Makio對這句留言 他也按讚了耶 所以呢其實Makio的他按讚的行為呢 也會被網友解讀說 你是他默認了 對間接承認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呢很多黑人過去的言論呢 還有一些行為都被挖了出來嘛 像是呢范瑋琦說他滴酒不沾 結果網友挖出來說呢 其實他的家裡面 這是他的舊家的照片 就有發現呢 有酒櫃裡面有放酒 還有呢有人挖出2021年呢 黑人和他的求員們到海產店聚餐 當時呢海產店的老闆說 每個人都喝醉了 網友挖出當年黑人和范瑋琦結婚的時候 曾經對媒體表示 這幾天晚上有偷偷喊一口威士忌 更抓出多張證據照打臉 黑飯酒家中不只有酒櫃 還有多張黑人手中拿著酒的照片 此外又有人翻出2021年 他和求員們到海產店聚餐 求員張柏惟離開時酒駕的新聞 當時海產店老闆只指一行三十幾個人 喝了二十多品威士忌 散會時每個人都是喝醉的 范范昨天發文力挺她的老公 她還說我在懷孕期間 我總共只有出過門五次 而且她還次次的點名說 一次出門是怎樣 另外一次出門是什麼情況 而且她還強調說 她的老公陳建州都在場 來否認郭媛媛的爆料說辭 但是呢網友一去搜尋 就發現哇 破綻百出耶 這個范偉琪你明明 就是在懷孕的時候 你明明就很常出門跟朋友聚餐啊 也讓許多網友就忍不住留言說 孕婦的記憶力好像有點差 郭媛媛在文中提到 她曾經在范偉琪懷孕期間 被黑人帶回家搶壓在床上 試圖侵犯 而范偉琪則在聲明中回應說 自己在孕期內幾乎都在家安胎 中間唯有五次出門過 參加一個婚禮 去過一次的朋友家具 還有一次是探望黑奶奶 一次是朋友聚餐 還有一次野餐 另外還有每天散布7000步 和固定的產檢 更強調以上的行程 黑人全程在場 立正老公的清白 然而就網友到Google去搜尋 范偉琪懷孕 結果找到許多她搭著肚子 被拍的畫面和消息 除了她提到的婚禮跟聚會之外 她還曾經到錄音室準備專輯 現身歌手好友的活動 還有拍廣告 以及跟姐妹濤喝下午茶等等 而IG上更是少不了許多打卡文 對此就有網友調侃說 看來孕婦記憶力太差了 也有人說這個聲明很適合玩糾錯大賽